如果今天华为同意要回收你这个破掉的荧幕的话 那你要交给他的换收费用是7999人民币 这也就是新台币3.6万 你换一个荧幕就是3.6万 那如果你的荧幕状况真的太差了 华为他还不愿意回收你的荧幕的话 那你的换收费用将高达9799人民币 这个价钱都已经可以赞买一只iPhone 16 Pro了 感谢金主帮帮钻石妈妈 谢谢你们 支持Amy可以加入100元小的赞助会员 想看深度炎就专属影片是要加入300元的会员哦 我们也欢迎金主爸妈大力支持 不要在手机APP上加入会被抽苹果售哦 hello大家好我是Amy 今年全球手机市场终于回暖啦 第二季智慧型手机的全球销售量成长了6% 那大厂纷纷推出了新的AI手机 想要趁着人工智慧换技巧大赚一笔 那中国华为手机呢更是选在苹果手机发表会的同一天 在9月10号强奔iPhone16 那华为呢他们也发表了自家 摇摇领先的矿式巨作MAPXT 这个呢是全世界第一款三折的折叠荧幕手机 哇塞到底是谁给了华为勇气 敢正面硬杠苹果iPhone16呢 难道是梁静汝吗 哎今年我对iPhone真的是寄予厚望耶 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呢 就非常期待苹果的WWDC大会 那我在当时的会员影片里面说过 我要买苹果的股票 当时苹果股价才190美元耶 后来果然Apple Intelligence引发了各界的期待 股价呢就一路涨上237美元 真的是太高兴了 今年8月苹果开出来的第三季财报还不错哦 他们营收的年成长率是5% EPS的年成长率是11% 表现都是优于猜测的 iPhone、iPad穿戴式装置呢 其实都卖得不错 在美洲、欧洲、日本都成长到5%以上 那亚太地区的成长率甚至超过10%耶 然而iPhone呢在所谓的大中华地区 也就是台湾、中国和香港 iPhone的销售量居然出现了年减6.5%的成绩 尤其是iPhone在中国市场预冷 根据咨询机构IDC的报告呢 第二季iPhone手机在中国市场呢 它是直接调出前五大的排名 那前面五大呢是Vivo、华为、OPPO、荣耀、小米手机 那苹果已经排不上前五名了 而根据另一家试调机构Canalys的数据呢 截至今年6月iPhone在中国出货量是970万台 明显就不如去年同期的1040万台 而且呢这个成绩呢970万台 也输给华为的1060万台 上苹果的营收啊我们看啊 它在美洲和欧洲其实才是最大块的 上一季呢苹果在美洲地区呢 接近是有400亿美元的营收 那欧洲地区有220亿美元营收 那中国加上香港和台湾其实只有147亿美元 日本和亚太地区呢加一加也有快120亿 那从这个业绩表现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啊 中国市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面和苹果脱钩了 那因此呢大家也就开始怀疑 这次iPhone16的出货量到底是不是能够超越iPhone15呢 那中国政府呢他不只是在各个方面扶植中国本土的厂商 他也用尽方法要卡苹果公司 现在中国政府还不允许外国的AI厂商进入中国 那苹果的AI手机呢如果想要进入中国的话 他们就需要找到中国本地的公司来合作 那就譬如说像百度这样也有在做AI的厂商 然而到目前为止呢 苹果都还找不到能跟他合作的中国厂商 现在呢其他中国手机品牌呢 也非常积极的在向AI功能迈进 如果iPhone16到最后都找不到中国的合作厂商的话 那今年呢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画面 那就是所有中国手机都有AI 可是呢苹果的iPhone16 他就算是上了新的AI操作系统之后呢 他也会发现 哎这个操作系统在中国市场就是不能用 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 iPhone在中国市场上面 当然还会再进一步的被削弱了哦 那在9月10号iPhone16发表会之后呢 非常意外的 万众期待的Apple Intelligence 这一次呢 并没有跟iPhone16一起推出 那这个AI功能呢 它是会在后续的iOS更新的时候呢才会发布 那这个消息呢就让华尔街大失所望 哎我们公司的研究员已经率先拿到iPhone玩了一个礼拜哦 我和我们的研究员呢 就会在这一周的会员影片里面 分享我们对新手机的看法 还有脸书的AR眼镜呢 我们也会有最新的报道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我们会讲一下对苹果和脸书股价的想法 那目前比较糟糕的状况是 iPhone16这支手机呢 他又一次传出了过热的灾情 那还有一些用户说他们的手机萤幕会直接的锁死 哎这个剧情 大家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太熟悉了呢 去年iPhone15推出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剧情啊 当时呢iPhone15是台积电三奈米制成 第一次大规模的出货 那当时呢就有韩国媒体 直指是台积电三奈米制成 有问题才会导致iPhone15过热 我记得当时我台积电股票还连跌了好几天啊 后来呢是苹果公司自己承认 是他们自己的iOS发生问题 才还了台积电一个公道 那在iPhone15上一次出现灾情的时候呢 其实大部分的用户在更新完操作系统之后呢 发热的现象就已经改善了 但是没有想到iPhone16的新机现在又来一次 新机发热的灾情呢 都已经快要变成苹果发新机的传统了吧 好那我们看到了iPhone在中国市场现在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加上原本呢全球万众期待的Apple Intelligence 这一次并没有和iPhone16同步推出 那iPhone16的新机又传出了过热的灾情 这就搞得现在连号称地表最懂苹果的分析师郭明奇呢 他都一再调整他对苹果股价看法 这个一开始呢 郭明奇认为iPhone16只能出货8700到8800万只 后来呢他又很看好Apple Intelligence会刺激买器 他一度上修iPhone16出货量到8800到8900万只 也就比他一开始的预计呢 多出了100到200万只 好那我们看到iPhone16正式发表之后 因为没有Apple Intelligence 所以呢预购的买器就不如预期 这就导致郭明奇又调降了他的预估 那iPhone Pro系列呢是被他调降最多的 他预估呢这个iPhone Pro会年减27% 那Pro Max呢则是可能会年减16% 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华为今年的表现相当的戏剧化 以前呢华为只要出了一点点事情 他都要大叫悠悠领先悠悠领先 但是呢现在华为变得非常的低调 他们之前呢曾经把遥遥领先 注册成华为的一个商标 那现在呢已经撤掉了这个商标 据说呢是任正非亲自下令 谁再敢内部再说遥遥领先就要罚钱 那华为的高层呢还主动的示弱 公开说哎华为能做出七纳年今天就该偷笑了啦 事实上呢根据我们Amy追剧时间的竹科兄弟帮的情报 现在任正非呢他在广东省的东莞 有一家叫做光茂科技公司任正非呢是在这家公司里面亲自作证 他把晶圆制造呢从上游设备到下游的封装 所有的制作流程都排成了一条龙 那任正非呢他就亲自在现场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检查 哎到底哪里有问题呢到底为什么中国做不出三奈米的晶片呢 任正非他一遇到不行了他就立刻下令哎大家请你去取得这一项技术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取得法呢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那任正非呢他本人是非常希望能够一次突破 把7奈米晶片的环节全部走通 然后再去突破3奈米和5奈米的制程 这一次呢是有大量的美国华裔工程师和来自台湾的工程师 他都在旁边协助华为 那任正非呢现在就非常害怕他的光茂科技计划 会被美国政府再度的制裁 所以呢华为才会全面下令必须要低调 不能再讲遥遥领先 那么在中国政府无上限的举国体制补助之下呢 华为在今年上半年营收竟然创下了新高 他的营收年成长率是34% 总营收超过4000亿人民币 他的净利呢是551亿人民币 年成长率是18% 华为相当于是一开能每天就赚13亿新台币 哎华为的这个日子是过得非常的爽嘛 他一手拿补助一手呢 卖超高价格的手机给爱国民众们 那华为手机在中国的市占率 终于做到了15% 他左打小米又打Vivo Apple 目前呢名列中国第4名 哎又有政府给钱又有民众献血 马上华为就嗨起来了 他们竟然选在苹果发表会的同一天 公布了他们新手机Map XT 想要踢管iPhone16 哎华为这一次真的是大发狠呢 他直接公布了韩国三星都没有的三折手机 他手机萤幕呢可以折成三折 叠在一起的时候是手机的尺寸 完全展开的时候呢是10.2寸 这个尺寸呢就跟iPad第10代的10.9寸是差不多的大小 那因此呢这台手机呢就号称是 叠起来是iPhone打开来是iPad 那在华为的发表会上面呢 原本观众对这个三折手机啊 是赞不绝口夭夭领先啊 然而呢当主持人揭晓价格的时候 全场是倒抽一口冷气 因为呢这只手机的官方定价是19992199923999人民币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一只手机呢 要卖到9万到11万新台币 诶可能华为觉得他一机可以抵iPhone加iPad 这么贵呢也是应该的吧 唉这个价格明显就不是要卖给普通人 我觉得我自己都不可能花这个价格去买一台手机 但是呢没有想到就在华为XC手机开放预购之后 预约的人数竟然在10天之内累积到627万人 一时之间啊这只手机的黄牛价被炒到人民币 3到16万之间 蛤3到16万你是说一只手机都卖到7万新台币吗 鬼才相信吧去买就是笨蛋吧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呢 Mac XT这一台手机呢 它所使用的晶片是麒麟9010超频版 那这个呢还是7nm制程的晶片啊 那效能呢甚至略输给高通在2022年所发布的 Snapdragon Airplus Gen1 那这台手机的操作系统呢 也用了华为自主研发的新版鸿蒙系统 这台手机很拽 它不能兼容安卓系统 那我们知道哈 因为安卓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态系统 它有海量的APP 那这个是华为的鸿蒙系统不能相比的 因为APP的厂商 它不太可能为了这么少的客户数 去开发一个鸿蒙系统的版本嘛 所以呢 你买了华为的手机之后呢 你就会进入一个 没有什么APP可以下载的扬称应用商店 那可想而知啊 当然就会有各种越狱程式帮助你越狱啊 现在已经有很多网路影片都在教学 消费者你若买了华为手机 你只有鸿蒙系统的话 你应该要怎么样越狱才能安装Google Play呢 嘿 明明你的手机这种操作系统 对用户是非常不友善 他还要去找各种越狱程式 然后偷偷的用Google安卓系统 然而呢 华为为了要既是向中国政府申请补助 他当然还是要这样硬干下去啊 因为他就可以号称这款手机里面 全部的东西都是中国自制的 这样才能拿不住嘛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啊 华为这支手机里面呢 除了三折萤幕的确是独步全球之外 那其他从晶片到操作系统 都还是一个号称中国自制 实质非常阳春的手机 相比之下啊 iPhone 16 Pro用的A18 A18 Pro晶片呢 这个是采用台积电最先进的3奈米2代制程 虽然呢iPhone 16上面现在还没有AI 但是呢 它上面已经有很多相机的酷炫功能了 而且iPhone 16它的定价呢 也没有涨价 Pro系列呢 仍然是维持36900新台币起 这个价格呢 可以说是加值不加价 而且你买来以后呢 你只要再忍几个月 你就可以解锁Apple Intelligence了 怎么看你东看西看你都会觉得 哎是不是买iPhone才是比较划算的呢 那到这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柔性面板 AMOLED最强的韩国三星 他们明明有三折的技术 他们却不推出三折的手机呢 这个很可能是有他独特的市场考量了 因为呢 我们根据华为官方所公布的资讯 如果你的手机萤幕坏掉啊 这个三折手机萤幕坏掉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如果今天华为同意要回收你这个破掉的萤幕的话 那你要交给他的换修费用是7999人民币 这也就是新台币3.6万 你换一个萤幕就是3.6万 那如果你的萤幕状况真的太差了 华为他还不愿意回收你的萤幕的话 那你的换修费用将高达9799人民币 哎这个价钱都已经可以赞买一只iPhone16 Pro了 其实我们从华为公布的这个维修费用就可以判断 三星电子他不推出三折手机的原因 很可能就是因为预期故障率偏高 而维修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这在自由经济的市场里面 并不是一件有利品牌的事情啊 我们看目前三星官方呢 他要更换Galaxy Z Fold6折叠机的面板呢 你第一次去维修呢 他只会跟你收一个维修价大概是200美元 大概就是6000新台币左右的价格 那之后呢如果你又把手机萤幕弄坏的话 你又再去维修的话 他才会收费549美元 这就相当于是收你18000块新台币 我们看三星的对折机呢 他的维修费用相对于华为 也还是便宜非常多的 然而华为呢 他就硬是靠这个三折机 打出了一波爱国幻基潮 我们知道了这几年中国公家机关呢 他开始禁用iphone手机 那有一批这个国有企业也就跟着政府跟进了 那这些公务员呢 和国有企业的员工呢 其实就是华为手机的基本盘啊 再加上一些包政府工程的公司啊 以及国有企业的供应商啊 其实这些人他们都会更倾向要换用华为的手机 就譬如说呢 这几天有一个吉林省的盛兴建设公司呢 这公司真的很离谱耶 他们甚至发出公告说 公司的员工你如果带苹果手机上班的话 你就会被开除 而且呢 这个公告里面呢 他还有一条哦 他是说 公司鼓励所有员工换成华为手机 买华为产品员工呢 即将获得公司的补助 你看看 这家公司 他其实就是接政府生意的公司 那这些客群呢 其实就是华为手机的基本盘 那其实这个现象呢 也有一部分的中国网友看不惯 他们就大幅的开栓 他们说哦 华为Mac XT呢 现在就已经是电子茅台了 就跟茅台酒一样哈 是拿去讨好中共的硬通货啦 所以才能卖到那么高的价格啦 那更有一些网友搞笑的说 哎 这个手机就不是给一般人用的手机啊 华为Mac XT呢 是一款能带给你帝王级极致体验的神机 你把三折肌一打开来 就很像皇帝在批奏折 使用者呢 大家都可以过一过皇帝瘾 所以我们看哦 其实华为这种一手拿补助 一手卖天价的行为 就是很多人都看不惯 因为他这样的行为 不只是打击到了苹果的iPhone手机 同时间他其实也会打击到 其他的中国手机品牌 那同样都是在做手机 请问凭什么华为 你就可以得到国家的各种支持 而其他的公司呢 民营公司就要辛苦的去卖手机呢 那这种差别待遇呢 就导致很多迷气的老板 心中愤愤不平啊 那比如说是360集团的老板周鸿一呢 他在拿到华为三折心机之后 他就拍了一个短片 他在短片里面就激烈的赞赏华为 说你这个三折机真的很好 很实用啊 这三折机一打开来呢 你可以同时泡两碗泡面 盖在上面呢 绝对不会漏气 而且呢 这个三折机还有一个优点 你一打开来 你可以把自己的脸完全的遮住 哎这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看完这红眼影片我都要笑死了 这个实在是真的太酸太酸了 不过在这边呢 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 我们做剧本的速度很可能呢 还赶不上华为黄牛手机的崩盘速度 这华为手机在发售当天的黄牛价呢 上午还是非常硬的 我们看到这支手机原价就是2万到2万4人民币嘛 那发售当天的上午呢 你要加价6-7万人民币 你才能抢到一台黄牛机啊 哎可是到了发售当天的下午呢 这个黄牛价就直降了7000元人民币 那到我们做剧本的这一天啊 9月24号 也就是发售之后的两天 哎这支手机黄牛价 竟然只需要加价4000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 哎我有点担心我们影片播出的时候 是不是黄牛机都不用再加价了呢 那这场华为踢馆苹果的手机大战呢 双方其实是各有支持者的 然而这场星机大战最大的输家 很可能会是三星电子 之前我们曾经做过影片啊 我们讲解过三星电子 他是如何帮中国建立起第一座的OLED面板厂 三星电子以为他们可以把落后的技术给中国 换取中方对三星电视机的订单 然后到了最后 三星电子惊觉 中国厂商是不能合作的 他们技术是越投越多 最终三星电子在2022年在美国呢 就开启了对中国京东方面板厂 一轮又一轮的法律战 这个影片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回去复习哈 事实上呢 这一次华为手机所用的这个中国的柔性面板技术 他其实也是来自于三星的 2018年底呢 CNN就报道过 有一个三星电子的供应商呢 他泄露了折叠面板技术的蓝图 这个供应商里面有11人设案 他们用1400万美元的价格 就把这个折叠机的技术呢秘密呢就卖给了中国公司 当时呢 其实三星电子已经投入了6年的时间 耗资13亿美元在研发柔性面板的技术 结果呢 三星在2019年的2月20号 他发表了第一款折叠智慧型手机Galaxy Fold 没有多久 2月25号 5天之后 华为竟然就跟进发表了5G折叠手机MATX 华为亲门他户也就算了 但是呢就在同一天OPPO手机 中国OPPO手机 他也发表了折叠手机 这根本就是选好日子要打脸三星嘛 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其实不止一家中国公司拿到了柔性面板的技术 其实三星的柔性面板技术 最后呢是流向了4家公司哦 就包括中国的京东方和华星光点 他们都拿到了相关的柔性面板技术 而我们知道京东方 其实就是华为手机的供应商 那三星电子呢 他自己曾经在这个泄密案发生过后呢 他自己也曾经预测过 他认为公司方面呢 将会因为这个泄密案 在三年之内损失58亿美元 这还没有完 就在今年7月份 还有一个三星电子的研究员 他因为泄漏OLED面板技术给中国 还被南韩法院判刑6年多的时间 现在已经去坐牢了 那这一切真的都太晚了 三星电子的警觉性实在来的太慢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华为已经发布了三折手机 这是一款连韩国三星都推不出的手机 那三星电子他原本呢 是在折叠荧幕技术上面 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如今呢 他却遭到了中国厂商的挑战 那目前呢 三星电子他们就很希望 能够在明年呢 用这个卷起来的卷轴手机 重返柔性面板技术的龙头宝座 那到底三星电子 能不能够成功重返龙头宝座呢 那我们还要拭目以待继续追剧啦 哇 全球科技大厂的浴血奋战 真的是太好看了 那最近我们除了拿到了iPhone16之外呢 我们也非常仔细的研究了脸书的AR眼镜哦 这中间一定会蕴藏着很多股价大爆发的机会 那有兴趣的同学 请你赶快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哦 我们每周都会在会员影片里面 讨论最新最热门的商业话题哦 现在就加入会员吧 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本影片由华盛顿百贡独家赞助播出 世界最强神秘的华盛顿百贡 金碧辉煌正式卡买到Ame.tw合购 还有约会家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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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